改变你命运的人 心耳微微地一笑 好了 我说的已经够多了 天机是真的不可以泄露的 如果说的太多 有些本来是按照正常轨迹发展的事情 就会偏离原来的轨迹 所以有些时候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还是让他顺其自然比较好 好吧 顺其自然比较好 我们走吧 那两人现在已经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了 但是他们这一路作恶走过去 影响也不好吧 我说了 一切事情都有自己的发展目标 我们只需要按照事情的正常发生轨迹走就行了 千万不要想着改变他 就像是这几个人 心耳指了指地上的几句干尸 他悠悠地说 你觉得 他们这几个人真的是无辜的吗 并不是 这几个家伙应该不是简单的旅游者 从他们带着的装备上就能看出来 他们应该是大拇指一类的人 前面应该有他们需要的东西 可惜啊 他们遇到了玉长两人 是啊 他们是奔着发财去的 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半道上居然遇到了玉长这好人物 所以有些时候啊 命运真的是谁都改变不了的 那我们继续走吧 广寒宫遗址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们还不知道 他们在广寒宫里面待了那么多年 应该会比我们更敏感一些 没错 他们在广寒宫中待了这么多年 一定知道广寒宫到底在哪 就算是过了这无数年 广寒宫早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是他们就算是靠着嗅觉 一定也能找到那个地方的 心儿微微地一点头 所以我们还是得紧跟着他们 看看他们到底会走向哪里 叶浩宣微微地点头 当下 他和心儿继续地向前赶路 郁长和吴刚两人一路行走的速度 并不算是太慢 很快 他们就已经到了天池 天池中年迷雾 一年的时间里 只有几十天才能勉强地看到天地 不过两人来的时间真赶巧 今天他们看到天池的全貌了 今天的游客也特别多 所有人都在兴奋地拍照 毕竟能赶上确实不容易 郁长和吴刚两人并没有觉得有多兴奋 两人只是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人间仙境 神秘的天池白云缭绕 群风环抱 看起来十分的壮观 只是两人隐约还能感觉到 广寒宫的气息 你感觉到了吗 郁长回过头 看着吴刚 只见他也是一脸的震撼 感觉到了 吴刚微微地点点头 两人都有着一丝悲怅的感觉 他们已经感觉到了广寒宫和不死贵树的气息 或者就在这天池之下的某一个地方 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他似乎已经忘记了广寒宫中的忌苦 而他也忘记了中年砍不死贵树的新老 两人就这样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人间仙境 一时间有些沉默呀 广寒宫中无数苦忌的日子 现在两人看来也是值得回味的 因为自从众神之界消失以后 所有人都失去了很多东西 现在看到熟悉的地方 闻到了熟悉的气息 两人却觉得十分的温馨温暖 多少年了 我似乎闻到了桂树的香味了 郁长的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每当桂花开的时候 整个广寒宫中都充满了桂树的香味 其实是他消失了 坠落了 但是我还感觉得到他 其实不管我们喜不喜欢那个地方 但是我们都不得不承认 广寒宫 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宫 那就是我们的宿命 我们两个 谁也逃不掉的 是啊 那个地方 才是我们的归宫 郁长巍巍的一待 他也有些感慨 当年的广寒宫 是众神之界的边陲之地 他费尽心机 独吞了不死灵药 这才得到离开了凡间 飞升众神之界的机会 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种靠投机取巧飞去的人 却是那样的不受待见 在广寒宫的那些日子 他几乎没有一天 不想离开那个地方 因为他最终的目标不是那里 他不想做一个 连品级都没有的小仙 他的最终目标 是九品上神 与帝君平起平坐的存在 可是现在看来 他的想法是那么的可笑 当人失去一切之后才会发现 原来自己最初想摆脱的东西 到最后都会成为奢望 我已经确定 广寒宫当年就是坠落在这个地方 但是过了这么多年 他应该已经被深埋在地底 现在不是时候 我们要等一下 现在的人太多了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 晚上的天池周边静悄悄的 两人躲过了景区保安的巡逻 然后来到了天池前 此时 月亮正高高地挂在半空中 两人围着这一池水 转了几圈 还是没有任何的头绪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感觉得到 它明明就在我们的眼前 可是为什么就找不到入口呢 月长的心态有些崩了 他有些迫不及待地 想要找到昔日生活的地方 不要着急 过了这么多年 这个世界早已经发生了 我们不知道的改变 但是我相信一定能找到的 吴刚安慰着他 两人继续寻找 突然 月长脑海中灵光一闪 他死死地盯着这一池水 然后缓缓地走入了水中 月长 你干什么 吴刚威威地一愣 月长的动作 他有些看不透 广寒宫就在这儿 错不了他 不管过去了多久 不管发生了什么改变 有一点是改变不了的 那就是 我永远都是广寒宫的主人 随着他所到之处 水面上起了一片片的浪花 紧接着 一个水帘在水面上形成 而在水门的后面 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找到了 入口就在这儿 月长又惊又喜 是的 不管过去了多久 他永远都是广寒宫的主人 这一点是无论如何都错不了的 吴刚看着入口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和玉长一起 两人走进了这入口之中 两人走进去之后 水面也恢复了瓶颈 一个长长的阶梯 一眼望不到边际 一路蜿蜒向下 仿佛是通向地狱的入口 吴刚和玉长并没有感觉到恐惧 因为他们感觉越向前走 广寒宫的气息就越重 这个地方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家一样 不 就是家 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好怕的 终于 阶梯走到了尽头 两人眼前光线也渐渐地变得清明了起来 只见一处宫殿出现在两人眼前 宫殿楼台亭阁阁应有尽有 这里青石铺地 白雾缭绕 说是仙境一点也不为过 这里是广航宫 这里就是广航宫 玉长激动得几乎快说不出话来了 多少年了 这个曾经他待得厌倦的地方 现在又完好无损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这里的一切与昔日没有什么区别 看来当年他坠落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多重的伤害 他依旧是和以前一样 吴刚也呆呆地看着这里 这个地方他很熟悉 这是他待了无数年的地方 当年他就是在这里 日复一日地看着桂树 那时候有玉长在一边陪着 他倒是没觉得这日子有多忌苦 相反他还十分怀念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至少玉长还是玉长 他还没有表现出太多的野心 至少他能陪在自己的身边 可是当变故出现以后 这一切都变了 广寒宫从天空中坠落 他们不得已结束了以前的生活 到了众神之界 本来在这里 他们以为可以重新开始 但是是也想不到 不久以后 众神之界也陷入了冰封当中 眼前的一切还照旧 只是沧海桑田 已经换了人间 这不可能 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这里怎么还跟以前一模一样 而且当初广寒宫 从半空中坠落 是不可能保存得这么完好的 错不了 这就是我们以前生活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家 玉长还没有从机动中 回过神来 她喃喃地说 不会错的 感觉是不会错的 可是眼前的这一切怎么解释啊 不知道 也不用去解释 我们走 去找不死桂树 只要有一点不死桂树 我们就可以恢复神力 到时候就再也不用受制于人 这么多年了 当年灰天灭地的一劫 桂树是不是还存在呢 吴刚有些犹豫 虽然被天地罚 看着不死桂树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 对于那棵树 它却有种 要见到亲人一般的感觉 一定存在的 它是神树 这个地方 连宫殿都保存得这么完好 桂树一定也没事 玉长的态度很坚定 他相信不死桂树 一定还存在 那好 我们去看看吧 吴刚微微地点点头 他也觉得是这样的 既然整个宫殿 都能保存得这么完好 那么不死桂树 也一样能保持原来的样子 两人一起 就赶向了昔日不死桂树的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 却是空无一物 他去哪儿了 玉长难难地说 这不可能 广安公都保持得这么好 不死桂树去哪儿了 一切都改变了 再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了 我们从终身直接里面醒过来 这已经是奇迹了 所以有些事情 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了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玉长来来回回回地走着 她的心态很崩 我们只是想恢复一点神力 我们只是想在这个世界上有自保的能力 可是为什么 连这点要求都达不到 什么狗屁天道 玉长突然站在了当场 她私教道 为什么最后都是我承担一切 天道就是这样 不是针对谁 我们再好好找找吧 它是神术 就算是枯萎 也会有痕迹留在这里 不可能一点也看不到 突然 一名身穿重甲的玄士 出现在两人眼前 这名玄士 所穿的衣服 正是广寒宫首位的衣服 对于这些装扮 两人更是再熟悉不过 这里居然有人 他是以前广寒宫的玄士 玉长简直是又惊又喜 他连忙上前道 这里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还有其他的同伴在吗 玄士距离两人有点远 他并没有马上回答玉长的话 而是有些疑惑地抬起头 我是广寒宫的主人玉长 现在马上回答我的话 否则必赐你天雷尸体之行 玉长立声道 他是广寒宫之主 即使是这万年来 已经不在这个地方 但他还是玉长 实打实地玉长 他不相信这个广寒宫中 小小的玄士 敢不听他的话 可惜啊 他尽管摆出了一副 严厉的样子 但是对方似乎还是没有听到 对方继续向前走 似乎一点也没有 把玉长给放到眼里 我再说一次 我是广寒宫之主 玉长怒了 即使是广寒宫 已经不是以前的广寒宫了 他也不是以前的玉长了 但他是这里的主人 这一点是无论如何 也改变不了的 他不允许这些人 可以这么无视他 玄士渐渐地逼近 吴刚这才感觉到不对劲 他连忙护在了玉长的前面 而这个时候 两人也看清楚了 这名玄士的真实面容 两人不由自主地 吸了一口凉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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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